中国外长在APEC峰会前夕 访问菲律宾谋求改善双边关系 奥巴马总统承诺 2007年离开白宫后 仍将继续参政 缅甸反对党全民联是将胜选 外界关注军方是否接受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11月10号的VOA卫视新闻 我是许波 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 中国外长访问菲律宾 寻求APEC峰会不谈南中国海问题 我们有来自马尼拉的连线报道 日本继续关注两岸领导人历史性峰会 美国之音在东京为您介绍详情 国民党主席及总统候选人 朱立伦访问美国目的是什么 我们有来自台北的报道 加拿大世界小姐冠军林耶凡 可能失去在中国参加 世界小姐决赛的资格 林耶凡小姐的专访 将带您了解其中的原因 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新闻报道 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 缅甸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 预计将压倒性赢得星期天的议会选举 全民联在1990年的大选中 也曾大获全胜 但当时的军人统治者拒绝承认 并把全民联领袖昂山素季软禁在家 不过这一次 全民联的支持者乐观地认为 军方将允许全民联掌权 因为总统吴登胜 已经答应尊重选举结果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 从仰光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夜间 人们在全民联总部外欢庆 这样的场面 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来说 有些为时过早 同天早些时候 他对大家说 现在就宣布胜选还太早 但他承认胜利必将到来 我觉得每个人都已经知道 或猜出了选举结果 全国民主联盟总部的官员预计 他们将赢得至少三分之二的一席 如果预言成为现实 这不仅是历史性的胜利 并且将大大削弱 缅甸军队的立法权 议会中25%的席位 自动留给军队 昂山素季可以跟军队建立起关系 所以我百分之百相信 如果全民联能组建政府 他能够对必须对军队 保留四分之一一席的规定 做出一些改变 究竟会发生什么很难说 不过变化肯定会发生的 所有缅甸人民多少年来 都在盼望变化 如今我相信 我们希望看到的变化到来了 在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看来 全国范围的投票几乎完美无瑕 2015年大选是和平的 可以这样看 大选得以和平成功地进行 国际观察员 从星期二开始发表他们的看法 不过总部在美国的 国际共和研究所的主席说 最终的裁决将由缅甸人民做出 如果他们相信结果 如果他们认为 这准确地表达了他们的意愿 那么选举就是进步 就是向前迈出了一步 据估计选民总共投下了 3200万张选票 选务官员说 选票有可能要到星期日 才能统计完毕 美国之音赫尔曼 仰光报道 韩国星期二说 他希望缅甸新政府将继续 该国发展和门户开放政策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说 韩国政府希望缅甸大选的 历史性结果 为缅甸政府继续其发展 改革和门户开放政策奠定基础 我们将与缅甸政府密切合作 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在谈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台湾总统马英九 最近在新加坡的会晤时 韩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俊赫说 韩国政府欢迎中国大陆与台湾 为改善海峡两岸的关系 所做的努力 我们希望借此努力 以和平的方式发展双方关系 就在中非两国 中国和菲律宾 就南中国海主权归属 争执不休之际 中国外长王毅 正在菲律宾举行双边会谈 几个星期前 荷兰海牙的一个法院裁决 他有权审理菲律宾 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 对中国提起的诉讼 但中国拒绝承认或参与这个诉讼 好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在确认国家主席习近平 下周到菲律宾出席亚太金河组织峰会之后 拍外长王毅到马尼拉 磋商习近平访问的细节 并谋求与菲律宾改善关系 马尼拉此前表示 这次峰会的主题是建设包容的经济 而不是讨论政治问题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宝东 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APEC主要是讨论亚太经贸合作 这么一个问题 这是有共识的 有共识的 据我了解在今年这个会议上 没有讨论南海的这种安排 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 每年途经这里的海运贸易额高达5万亿美元 但是越南 马来西亚 文莱 菲律宾和台湾 也都声称拥有主权 美国之音VA卫视新闻报道 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 下个星期在马尼拉召开 由于东道主菲律宾与中国关系紧张 北京星期一才宣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这一次峰会 第二天也就是今天星期二 外长王毅就来到马尼拉 就习近平访问菲律宾的安排 与马尼拉当局磋商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正在马尼拉采访 APEC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来了解最新情况 李宝你好 许伯您好 大家好 中国外长菲律宾呢 中国外长王毅他在菲律宾是西克 下面介绍一下呢 他今天上午抵达菲律宾外交部时候的情况 李宝 好的 中国外长在菲律宾确实是西克 因为自从2012年 这个中国强行的用武力占领黄岩岛之后呢 两国关系就是一直非常的糟糕 那么越演越烈 那像外长级的这样的中国官员到菲律宾访问呢 确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那么他王毅部长今天到的时候呢 他这个菲方的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呢 他是行动不太方便 但是还是呢 这个慢慢的挪到这个门口 然后到大门口去迎接王毅部长的到来 然后呢 两个人呢 面对着众多的这个摄像镜头吧 两人呢 一边走 一边在大厅里面好像戏声交谈一样 然后呢 又走到两国国旗 这个前面去握手 然后呢 王毅呢 在来宾的这个登记本上呢 签了名之后呢 两人就消失了 就进入了会议室 好的 那么会谈的结果是什么 中方和非方都有什么反应呢 行 许多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呢 中国外长王毅啊 他就是面带着微笑呢 就离开这个走出会议室 然后来到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大厅 然后呢 又走出去 根本就没有 应该说还是理会了 在那边等候的媒体记者嘛 用这个 用微笑和挥手 来向他们告别 但是呢 没有接受这个媒体的 这个发问 没有回答他们的这些媒体的发问 那么但是下午呢 菲律宾外交部长 外交部的发言人呢 就召开记者会去专门谈了 这一次的这个两位外长的 这个会谈的情况 那么讲到的非常意见 有意思的事情是说 他说中国方面特别关注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期间的安全 那我们知道国家元首 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访问 当然是有安全的问题 是每次都要去 非常重视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 应该来说 这一次呢 习主席到菲律宾来 应该安全问题 可能会比平时啊 或者是其他的情况 可能会更加这个严重一点吧 也就是说 因为在这个国家 我们走访了很多的 这个菲律宾很多地方 这个民众对中国的 在南中海的这个做法 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当然了 就是会不会 这个用暴力的方式来对付国家元首 没有 现在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迹象 但是还是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吧 非方呢 保证习近平主席访问期间呢 不仅让他 我引用他们的话 叫不仅安全舒适 而且还要富有成效 那么中方呢 还提到了另外一些 这个方面的情况 包括呢 两国呢 他说在海上安全方面的一些分歧啊 可以通过对话来这个来解决 他说这个王毅部长说 对话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好的 那么其实人们呢 更加广泛关注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菲律宾他作为东道主 会不会借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 就南中国海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 那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这一次访问 有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 利宝 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了 刚才在我们的节目的刚开始呢 中国的副外长嘛 也提到这个事情说 这个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会议啊 到底适不适合谈论政治 他这个这位中国副外长啊 在我们节目里面说 有共识说 说这个不适合做这个 做这种事情啊 讨论这个经济 讨论这个安全啊 或者政治 因为主要是讨论经济 但是呢经济其实跟南中国海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因为这个世界的这个贸易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是 是要经过这个南中国海的 但是呢 菲律宾之前在很多的场合都是 希望谈论这个南中国海事情 这一次呢突然不谈了 两国的这个外长会谈之后呢 菲律宾外交部长发言人跟我们讲 外交部的发言人说 哎 这个我们不打算做了 他们讲 而且理由呢 跟刚才中国副外长说的话是一模一样 就是说这个亚海经济组领导人会议呢 不是讨论南中国海争端的适当场所 因此呢就不会这么去做 所以说呢 应该说是中国外长这次访问 应该还达到这个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就是菲律宾答应 不去讨论南中国海事情 好 看来北京的关切呢 得到了解决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李宝 习近平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 是不是会举行双边会谈呢 我们在记者会上试图也是 希望就这个问题能够得到一个答案 但是呢 菲律宾外长的 外交部的发言人呢 说这个这次的中非外长会议本身呢 并没有确认这件事情 但是他又留下一句话 他说我们不排除了两国元首 到时候见面的可能性 去报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在马尼拉做的连线报道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 锁定海侠论台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 及总统参选人朱立伦 星期二晚间赴美国访问 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这次访美对于明年一月的总统大选 又有什么影响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美国之音 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 来跟我们连线 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好 首先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朱立伦 为什么在选前两个多月 来到美国访问 他主要目的是什么 永泰 的确 那么选前两个多月 其实这个应该算是一个 比较紧张的时间了 通常这个候选人 都是要到各个基层的地方 和民众握手 拉票等等 但朱立伦却选择在这个时候 前往美国访问 那么的确让人相当关注 背后到底意义为何 那么他在今天接受 台湾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他是表示说 当然最主要有几个目的了 第一个就是说 表达这个台湾 对于这个台美关系的重视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 我们知道刚刚举行过 这个习马会或马席会 那么他希望能够从 国民党的这个立场 来向美方各界 那么解释一下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 当然就是两岸关系 还有就是美台在未来的 各项合作 那么朱立伦也希望 借由这次美国之行 来和美方来各界多做沟通 那么当然刚提到 就是这个马席会 那么因为我们看到 美国官方对于马席会 也抱持了这个肯定的态度 所以在这个时间的安排上面 也可以说是 国民党的这个安排 可以说是非常的恰当 许波 好的 那么台湾朝野立委 对于朱立伦访问美国 有什么反应 据你掌握的情况 这对选情会有什么影响呢 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 另外一位民进党的总统权取员 蔡英文他在今年六月才访问过美国 那么当然了 两者之间似乎有点较劲的意味在里面 我今天在立法院采访了朝野的立委 那么首先是国民党的重量级的委员 他也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书记长 叫林德胡 那么他是告诉我说 事实上朱立伦到美国访问 当然是对朱立伦的选情 是有加分的作用 那么再加上朱立伦他曾经留学美国 那么也在美国交过一段时间的书 那么所以呢 和美国也是有些渊源的 那么林德胡是希望呢 如果将来朱立伦能够当选总统的话呢 那么当然藉由这一次的访美的机会 和美国各界建立了一些情谊 也交了一些朋友 那么将来当然在很多的问题上面的沟通 会更加的顺畅 那么至于在这个在野党方面 民进党立委叶宜金 那么我采访他 对于朱立伦访美到底看法如何 那么他认为说这个民进党欢迎 那么良性的这个竞争 也就是说也乐见了 就国民党的这个主席到美国去访问 但是呢民进党方面非常的坚持一点 就是说希望朱立伦在美国访问的时候 能够展现 那么国民党能够这个坚守 台湾民主自由价值的这样的决心 为什么民进党方面要这样子的说法呢 因为他们不断地批评就是 国民党和这个中国大陆走得太近了 而且在有些互动的过程当中 似乎欠缺了透明性 而且是有一些这个不够民主 有一些黑商的这个情况在里面 所以呢民进党方面也希望 就国民党能够在这个两岸政策上面 能够更加的透明一些 取过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不久前呢 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曾经访问过美国 那么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这一次国民党主席 及总统候选人朱立伦 他访问美国和蔡英文 上一次有什么可比性 在层级和规模上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那么今天也有记者问到 朱立伦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到底会 就是会见到什么样层级的美国政府官员 那他是不愿意透露了 他说这个尊重这个美方的安排 不过我们从这个国民党 这个文传会所公布的这个行程来看 他大致上和这个蔡英文的这个行程 其实蛮类似的 大约都是会和美国的一些官员碰面 也会和一些国会议员碰面 还有跟智库交换意见 也会接受这个媒体的采访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 也会跟这个桥界的人士 有些参序等等这样的 那大概唯一不同的之处 就是说因为朱立伦的这个 访美行程的时间比较紧张 比较紧凑一点 只有大概四天半五天的这个时间 所以他在这个华盛顿特区 也只有两天的时间 那他在华盛顿的时候 正好美国的国会也休会了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到这个国会 亲自这个到国会里头去 那么拜会这个国会 美国的国会议员 那么这一点的话 是唯一和蔡英文是有些不同之处 那么其他的话呢 两者的行程其实蛮类似的 那么符合美国政府所强调的 就是朱立伦的这个访美行程的成绩 不会低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去播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助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好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台湾总统马英九 在新加坡举行了两岸分隔 66年来的首次会谈 东中国海比岸的日本 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日本官方表明了立场 民间舆论更是议论纷纷 另一方面呢 中国深移南京大屠杀成功 也让日本呢 加强了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改善制度的这样一努力 好 有关情况 我们现在就联系美国之音 助日本特约记者戈兰 来了解这个最新的情况 戈兰你好 徐伯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日本官方对于 喜马会表明的立场是什么 主要媒体和民间舆论又是什么 戈兰 好的 日本官方的反应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 日本以前和今后都会关注 就是中台的这个局势的发展 对是否有利于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 第二个就是说 日本和台湾的关系不变 这个日本和台湾的关系 包括价值观共有和紧密的经济关系的 这么一个日台关系 是不 以前是这样 今后也不会变 许波 好的 那么你刚才提到 这个日本官方的立场当中 有一条很引人注目 就是说日本官方明确表示 日台关系不变 那么请你说明一下 日台关系是怎么回事 它和日中关系又有什么不同 好的 我刚才露了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日本的传媒舆论 主要也是关注就是说 这个中台的这个对话将来是会 是不会继续下去 那么中国面向台湾的福建省的 有那么多的导弹 是不是会减少这些数目 那么中国是不是会向国际社会保证 这个就是放弃将来武力 武力统一台湾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那么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日台的这个关系 就是其实就是日本现在对于这个 总的来讲就是对于这个大国 所有的大国都存在的一种 就是恐惧感 也或者是说有一种 有一点点的这个警惕 有很大的警惕心 也有一点的抵触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时候首先这是中台关系 第一个不同的地方 第二个日本对于 是不是民主国家 这是一个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政治体制的问题 比如说日本和美国也是经过了 几十年才磨合到现在 21世纪以后 比较的就是 真正感觉到对方是同盟国 这么一种亲近感 那么所以这个中台之间 本身也存在这么一个政治区别 所以呢日本对中台的关系 是不一样的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历史的背景 那么在甲午战争以后 这个日本殖民统治台湾 和日本在中国的这种战火的 这种攻击情况下 造成的这个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这个日本对台湾的感情不一样 而台湾人对台湾的这个国民 对这个民众对这个日本的感情 也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我现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去年台湾的这个台湾的人口 是2300万总人口 去年台湾访日的旅客 是有280万人 那么也就是说 大概不到平均10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人是访日的 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 这也反映了台湾人对日本的 这个一个感情上的问题 好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葛兰 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把中国申请的这个南京大屠杀 登陆了世界记忆的这个遗产的目录 这引起了日本的反弹 扬言包括要准备 要停止支付教科文组织的分担 这个款项 那么最近日本政府又有什么新的举动 在这个问题上 给我们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葛兰 好的 上个周末就是日本政府派遣 文部科学大臣10号 到巴黎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 去一个是在会议上演讲 呼吁就是不要把这种记忆遗产 作为一个政治利用 另外一个就是要求增加透明度 增加这个审核的透明性 那么教科文组织的这个总干事 伯科娃一见了10号 就承认这个教科文组织的这个透明性是不够的 他也说在具体的做出改革 在研究这个改革 但是他完全没有说到一个具体的方向 那么回来以后 日本政府内阁经过商量以后 昨天内阁官方长官在记者会上说 日本可能准备向这个教科文组织派遣 这个常驻的大事 好的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不认识 如果他没有承认 那就是我的工作 需要在另外的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吉林省 中国的吉林省辉春市 几天前在与俄罗斯 向接壤的边境地段 竖起了五处新的地名牌 那么根据中俄两国边界 条约和勘探的这个结果 上个世纪90年代 有4.7平方公里的土地 从俄罗斯被划入了 中国辉纯境内 这条新闻被中国媒体广泛报道 并且在中国互联网上 引起热议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 美国之音 特约记者白华来介绍 俄罗斯是如何看待 两国这个边界问题的 白华你好 徐伯你好 有关这个俄罗斯 把土地划分给中国这个问题 在中国互联网上吵得很热 那么白华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 都不是特别清楚 比如这一次有没有新的 这个俄罗斯土地被划归中方 那么俄罗斯官方就这个问题 又是怎样表示的 白华给我们澄清一下 对 俄罗斯的这个边海边疆区的这个联邦安全局 他们是管这个边界问题的 还有这个海关 他们几天前发表了一个声明 就专门针对这个问题 他们说就是说 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个边界线 没有任何的这个移动 俄罗斯没有把这个任何土地 这个画给这个中国 等于就是说 俄罗斯官方正是否认了 就是说这个消息 另外在这个俄罗斯官方的声明上 他们特别还加一句话 就是说有关这方面的报道 就是说俄罗斯向中国这个 转交土地这方面的报道 这方面的消息 这是非常非常愚蠢的 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徐波 好的 那么辉春市 他树立起新的这个地名碑 然后呢 中国媒体报道的有关 4.7平方公路土地 划归中国 那么这条新闻呢 在俄罗斯都有哪些反应呢 对 俄罗斯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对这个消息呢 是保持沉默 但是因为中国那方面 吵得比较厉害 所以说呢 俄罗斯这个媒体 他们马上跟进 就是他们特别特别关注呢 中国人如果看 看待就是说两国这个边界问题 而且呢 俄罗斯媒体特别关注呢 就是说 在许多中国的互联网上 还有这一些论坛上呢 这个许多中国网民呢 认为就是说 现在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了 那么现在呢 俄罗斯跟这个中国友好 这是普京呢 被迫这个给中国这一块土地 那么在接下来之后呢 那么中国还会这个收回 就是说 这个哈巴罗斯克 就是伯利 还有这个布拉格维森斯克 海兰炮 还有这个 佛拉迪沃斯托克 海神崴 还有其他的一些 像土瓦呀 就是汤鲁乌链海 这些地方 那么中国互联网上 这些反应呢 这么 炒得这么热呢 俄罗斯媒体 他们非常非常关注 然后呢 又有许多这个学者呀 采访了许多学者 对这些问题呢 进行了 进行了很多这个评论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与俄罗斯的边界线呢 长达四千多公里 两国是世界上 这个拥有最长边界线的 这个国家之一 那么边界问题 在中俄双边关系当中 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对于两国关系发展 又有哪些影响呢 白话 对 从这个中国互联网上 对这个边界问题 炒得这么热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俄罗斯又马上跟进 就是说特别关注中国如何 看待这个边界线问题呢 这又反映出 就是说边界问题啊 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当中呢 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 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说可以说 间接上影响这个两国 关系的发展 但是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说他们认为呢 现在两国的这个边界问题啊 已经全部解决了 就是说两国关系当中呢 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边界问题 俄罗斯学者 对这些对边界问题 发表讲话的时候也谈到 就是说中国呢 应该这个遵守这个两国 签署的这个边界条约 虽然说中国这个民间呢 认为这些条约呢 是这个中国清朝时代 同这个沙皇国签署的条约 是不平等的条约 但是呢 因为这个条约呢 已经签署了 而且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呢 双方已经完成了 这个看见的工作 就等于中国这个承认了 承认了这些条约 所以说他们认为 就不存在这些这些问题 另外呢 有的俄罗斯学者也认为呢 许多问题还是取决于 这个俄罗斯的内部 如果俄罗斯 这个国家一直 如果处于这个稳定状态 那么俄罗斯 不布这个苏联的后尘 不会这个出现 解体和崩溃呢 那么中国就没有可能 对这个俄罗斯提出 这个领土的要求 另外呢 俄罗斯也非常关注 就是说南中国海问题 如何处理 如果南中国海问题 中国这个天海 遭地 获得更多的领土 俄罗斯也非常担心 南中国海问题 解决了之后呢 这个中国会把 更多的注意力呢 集中到北部 对付俄罗斯 许多 好 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 个性化内容 离线在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 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 适用于手机和各类 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新闻应用程序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 加拿大世界小姐冠军 林耶凡 至今仍未收到 中国大陆颁发的签证 这意味着呢 她有可能丧失 12月19号 在中国海南省三亚市 举行世界小姐 总决赛的这个资格 那么林耶凡呢 她多次批评 中国当局迫害法轮功 并曾就中国迫害人权问题呢 前往美国国会作证 下面我们就连线 林耶凡小姐 来了解最新的情况 以及她的诉求 林小姐你好 你好 外界报道呢 你至今没有拿到 前往中国参加 世界小姐决赛的这个签证 但是你对我说呢 甚至没有收到中方的邀请 那么林小姐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方面的情况 对 因为要申请签证的话呢 需要一封 从中国发出来的邀请函 有的国家需要 有的国家不需要 那加拿大就需要 这种邀请函 所以我问了世界组织 他们说他们会找 中国的那方面要 然后现在呢 我看到这个信 它实际上是由 三亚的外事办发出来的 所以它是一个政府 发出来的邀请函 其他的小姐 现在很多都已经收到了 我是我至今为止 知道的唯一一个 没有拿到这封邀请函的 这些女孩在10月30号 有收到他们的邀请函吗 好的 那么中国当局这样的做法 目前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很显然 那么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林小姐 这种做法 我觉得实际上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因为曾经有很多记者 还有学者 他们因为就是想要讲真话 所以中共曾经用这种手段 来制止他们 Leverage他们 在海外说话的声音 那压力确实是很大 那也有可能会造成 我不能去中国 那么林小姐 你认为中国当局 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你 为什么其他的选手 基本上现在都拿到了邀请 拿到了签证 为什么独有你 面临着中国当局 这样一种刁难呢 为什么 林小姐 我觉得我有幸身为中国人 在中国出身 然后到加拿大了以后 确实是看到了 社会上的一些很 就是到了加拿大以后 我才发现原来中国社会 存在了一些很不正常的现象 很不健康的现象 那么我自己希望能够 帮中国人说说话 就是他们那些 没有声音的人发而生 这就其中包括了一些迫害 宗教信仰的迫害 甚至就是言论自由的迫害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的话 我想尽我自己能力 中国人 就是为我们中国人处理 好的 不容易 所以现在 我觉得我讲真话 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那林小姐呢 看来心情很激动 那么你曾经呢 上过我们的节目 曾经表示呢 你在中国的父亲呢 也曾因为你公开 抨击中国当局 迫害法轮功 而受到了警告 现在呢 你又面临着 这样一种后果 那么现在你害怕了吗 为你做过的事情 后悔了吗 林小姐 害怕的时候 肯定会害怕 因为我感觉 有的时候 好像是在一个 跟一个国家机器 在打交道 那么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做的事情 都是自己 好好经过大脑 想出来的 是跟我自己 disconscience是一致的 所以我不后悔 好的 那么最后林小姐 利用这个机会 请您向我们的 观众朋友们 向中国当局 表达一下你的诉求 我希望能够去参加 中国的吃点决赛 我非常想去 不仅仅是我自己 因为这次中央电视台 也会转播 我希望中国的观众朋友 能看到我的脸 我希望这能给他们希望 让他们知道 就是说真话是没有错的 他们可以 他们也可以 中国政府 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威胁 安全上面或民意上面 他们只要让我进去 让我正常地代表 加拿大参加这个决赛 我觉得对大家 都是有好处的 好 我们感谢 加拿大世界小姐冠军 林耶凡 在多伦多 接受我们的采访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新闻 俄罗斯星期二 否认有关俄罗斯运动员 广泛使用兴奋剂 并予以掩盖的这个指控 俄罗斯坚持严格遵守 国际奥委会的政策 一天以前 世界反兴奋剂 发表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 指责俄罗斯运动员 教练员 医生与许多机构 都参与了滥用兴奋剂 其中包括 一家得到认证的实验室 那家实验室 在2014年 负责处理 索契冬季奥运会 兴奋剂的测试 科里姆林宫 发言人星期二表示 现在还无法证实 这一说法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建议国际奥委会 和国际田径联合会 终止俄罗斯 参赛的资格 美国总统奥巴马 跟以色列总理 内塔米亚夫 星期一 放下旗舰 将会谈重点 放在共同利益方面 下面请看 美国之音 记者潘德 发自白宫的报道 我再次感谢你的款待 特别要感谢你 维护和加强 以色列与美利坚 和中国之间的深厚友谊 和坚实的同盟关系 以色列总理和美国总统 星期一见面时握手问候 承诺加强合作 试图消除因伊朗核协议 而引发的关系 紧张与不合 总理和我之间 在这个问题上 有严重的分歧 这不是秘密 但是我们在确保 伊朗不拥有核武器方面 没有分歧 这是伊核协议签署以来 奥巴马跟内塔尼亚胡的 首次会面 两人会谈的重点 集中在中东地区 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 同时华盛顿考虑向以色列 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 我们要确保 我们最亲密的盟友 不仅能保卫自己 还要能够跟我们合作 共同阻止恐怖主义 和其他对安全的各种威胁 在椭圆形办公室 举行的两个多小时会谈期间 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 也是重点内容 奥巴马谴责了巴勒斯坦人 最近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 敦促八方恢复和平进程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重申了他在公共场合的 一项呼吁 我仍然致力于 被两个国家的两国人民 实现和平的愿景 即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 承认犹太国 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称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令人鼓舞 他敦促乙方尽量践行承诺 尽管不抱期待 我们毫不隐晦 鉴于双方的变化 在未来14个月里 达成两国方案的可能性不大 甚至都不大可能 在未来14个月里 开始进行有关两国方案的谈判 在白宫外面 一小群示威者星期一 指责内塔尼亚胡 和他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 造成了和平进程的停滞 如果政治人士不会因此被吓到 他们就可以退后 并看到宗教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因此如果把有严重错误 和失误的政府赶下台 那么或许可以带来和平 也有抗议人士呼吁美国停止 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美国之音记者潘德 白宫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2017年 离开白宫以后 仍将继续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 下面是VOA卫视的新闻报道 奥巴马星期一 对活动团体行动起来的成员说 他离任之后 仍将以普通公民的身份 参与公共事务 我们还有未进的事情要做 这不单单取决于我 或某一个国会议员 或我们选出的下届总统 而取决于我们 也就是我们人民的共同努力 这是我任内最后一年 以及离任后 所要专注做的事情 以及作为普通公民 积极地关注与参与 因此行动起来的成员们 如果你们要帮助我 就继续参与并动员 其他公民参与 我们要继续组织和动员 提出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奥巴马对他任内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感到自豪 包括带领经济复苏 进行医保改革 以及在上周取消了有争议的 连接每家之间的石油管道项目等等 行动起来是一个从奥巴马2008年 和2012年两次成功竞选总统 发展而来的公共倡议团体 美国精英V2卫视新闻报道 约旦一个警察训练中心 星期一发生枪击事件 遇害者中有两名美国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 这两名美国人在安曼附近的 约旦国际警察培训中心遇难 另外还有两名美国训练人员受伤 一名南非训练人员和两名约旦人 也被打死枪手 被警方击毙 死亡总人数为至少6人 媒体确认枪手为28岁的警官 安瓦尔·阿布扎伊德 美国政府长期与约旦合作 培训成千上万名来自中东的警官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 美国严肃地看待这起袭击事件 并将与约旦当局密切合作 找出真相 中国乐观表示 放开二胎后 人口增长将略低于预期 并将最终带动经济增长 下面请看VOA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王培安11月10日对媒体表示 预测到2020年总人口是14.3亿 不过这个数字 降低于14.5亿的预估数字 因此说 新二胎政策对国家计划 和社会资源留有空间 王培安还说 二胎政策还将正向推动经济成长 长期看 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更为显著 虽然近期会约为推高人口的抚养比 但是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后 将降低人口抚养比 使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约0.5个百分点 中国百姓更加关注二胎政策对生活的切身影响 沈海林女士有幸一次生下两个孩子 躲过了绝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的烦恼 但是社会压力很大 他说新二胎政策让他理智气创抬头了 也抱着试一试的决心 没想到我就成功了 但是成功了呢 就是说当我60岁剩下了两个女儿的时候呢 我们的国家在之后才出现了一胎政策 到了今天允许开放二胎了 对于我的感觉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我今天做了一个 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终于我名正言顺了 几十年的一胎政策给中国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邓凯说独生子女培养 以及养儿防老忧虑似乎可以多少解除了 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还是算比较年轻的 然后再养第二个宝宝 希望就是说我的宝宝和他宝宝 就是我的宝宝能陪他一块玩 一块成长 对他比较有好处的 因为现在小孩都比较孤孤单 以后我们老的话 也需要子女来照顾我们 如果一个的话 他们小孩会比较会很累的 如果两个小孩可以那么可以互相照顾 对吧 11月11日是中国民间俗称光棍节 一胎化政策下 重男轻女的社会意识加剧男女比例失调 因此新二胎政策 对于许多中国光棍已经没有意义 中国商业建地网前不久的一篇文章说 只有根本铲除造成中国目前男孩偏好的社会根源 光棍危机才不会将来重演 女孩缺失会使中国人口难以稳定 此外还有报道说 生二孩之前不得不考虑一些现实问题 因此二胎在中国是个奢侈品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视频显示了他们如何摧毁 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的历史古迹和艺术品 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公愤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报道说 有一组人仍然在努力维护叙利亚的历史遗产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发自俄亥俄州的报道 位于叙利亚小镇马拉特努曼的博物馆 因存有古罗马和古拜占庭的镶嵌画而闻名天下 但是现在这些镶嵌画已经被无限期地藏起来了 这些视频显示 志愿者把艺术品包了起来并堆上纱带 活动人士致力于保护叙利亚历史文物 免受内战的摧毁 这是在反对派控制地区 但是政府军经常投掷铁通炸弹 叙利亚反对派成员阿姆鲁·阿泽姆说 在镶嵌画被沙带保护起来不久 政府军就对小镇发动了一次攻击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很多镶嵌画在过程中遭到了损坏 阿泽姆曾担任叙利亚的科学保护实验室主任 并任教于大马士革大学 他失宠于叙利亚政权 在内战开始之前离开了叙利亚 但仍然关心着叙利亚的历史和未来 我们开始尝试着尽可能的减少损坏 但是更重要的是把已经损坏的记录下来 通过俄亥俄州萧尼州立大学的一台电脑 阿泽姆协调叙利亚境内的一个文化保护网络 这组人由他的同事和从前的学生组成 他们成了他在实地的耳目 向他报告毁坏情况 而他则负责远程记录和整理 马特拉努曼博物馆是考古学家关心的成千上万中东文物的一个例子 虽然这座博物馆的镶嵌化避免了永久毁坏 但是很多处在危险中的地点并不容易进入 其中有些位于伊斯兰国控制区 武装分子已经洗劫或毁坏了一些历史古迹 这些都是精心策划的暴行 他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那就是伊斯兰国来了 谁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抢劫发生在叙利亚各地 各路反对派控制的地区已在发生 不只是伊斯兰国 麦规尔吉布森教授是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 研究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的专家 他说保护叙利亚文物的部分方法 是让国际社会打击贩卖被抢文物的活动 任何考古学家工作过的地方都遭受了抢劫 因为他们知道那里会有人们想要的东西 很多被掠夺的物品可能再也回不到叙利亚了 还有很多文物已经被毁坏了 阿姆罗·阿泽姆教授承认 未来的叙利亚可能会不一样了 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们可以回到叙利亚 有机会看到在我长大时能够看到的那些东西 这因为如此虽然距离遥远 而且有些地方难以进入 但阿泽姆和他的同事仍在奋力跟时间赛跑 抢救叙利亚剩下的那些价值连城 不可替代的珍宝 美国之音法拉报俄亥俄州普茨茅斯报道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就在几年前在城里工作的柬埔寨人 还要利用出租车往乡村的家里送钱 可是今天由于首级技术的飞跃发展 汇款有了更加安全便利的途径 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特 从金边发来的报道 今天是柬埔寨制衣女工索丰发新的日子 和这个国家其他60万工厂工人中的大多数一样 索丰每个月把钱寄回乡村的家里 索丰把钱交给汇款公司 并把一个密码告诉他父母 他父母到本省的代理机构 立刻可以拿到钱 我每个月给家里寄一次钱 不过我寄的很少 只相当于二三十美元 就在几年前 人们还要通过汽车送钱 代价昂贵 而且有被偷的危险 新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帮助了柬埔寨贫穷乡村地区人们的生活 现在柬埔寨几乎人人都有手机 亚洲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 从2013年到2014年 智能手机的使用增加了30% 2013年 柬埔寨最大的国内汇款机构 羽翼公司经手的国内汇款 超过了10亿美元 羽翼公司首席商务官 昆·弗兰达拉说 他的公司从肯尼亚和菲律宾 成功使用手机汇款的业务中 得到了启示 过去在羽翼公司成立之前 在城里打工的柬埔寨人就有寄钱的需求 他们主要是国内第二大产业之一夜的工人 他们通过出租车把钱送回乡下的家人 这是一种非正式渠道 收取的费用很高 也不安全 像索峰这样的工人收入微薄 对即使微小的汇费变化也很敏感 因此手机汇款的推广深受欢迎 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特报道 密苏里大学校长蒂姆·沃尔夫宣布辞去职务 这是向抗议学生的一个关键要求做出的让步 学生们认为 沃尔夫校长没有妥当处理校园里 惯常发生的种族歧视事件 沃尔夫星期一宣布辞职的决定 密苏里大学位于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 主校区共有三万五千名学生 最近几个星期来 针对一些黑人学生的种族诋毁 以及在一间宿舍厕所里 用粪便化的纳粹党的十字记号 让很多学生感到不满 美国民众对于民权运动的兴趣日益增加 大批游客前往记录民权运动历史的博物馆 和地标性建筑参观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 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亚特兰大市前市长雪莉·富兰克林 对一封民权运动领袖 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个人信件被加真爱 这封信被收藏在亚特兰大市最新的民权中心里 我认为那封信能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它 以及影响它的人 富兰克林带头保护起马丁路德金的信件文书 并建造了民权与人权中心 我认为浙江会取得成功 因为我觉得我们正在填补美国历史 也当然包括亚特兰大历史中的空白 在亚特兰大很难在一个地方找到这么多有关民权运动的遗物 亚特兰大是众多勇敢面对这段不光彩历史的城市之一 每年有超过一百万人来到当地各个民权运动景点参观 前市长安德鲁扬表示 人们想要探索发生在这里的历史 我认为亚特兰大是民权运动主题旅游的热门城市 我的意思是这是我们民权运动的遗产 阿拉巴马州在50年前发生过众多民权斗争 现在每个月有数千人到访这里 并参观几十处历史旧址 弗雷德格雷在塔斯基级创建了这家历史博物馆 阿拉巴马州认识到民权运动 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隐情 我们需要保留那段历史 对游客们来说 参观民权遗址是一次情感上的体验 你能感受到那份努力 那种激励 以及他们在此抗争所产生的影响 真的是让人五味杂陈 百感交集 很多人想知道 很多人也应该知道 孩子们需要知道 我们从哪里来 才能够明白我们该往哪里去 亚特兰大正在着手定制 计划扩建民权中心 同时为年轻人开展更多的项目 很多事情都发生在 他们政治上成年之前 所以他们对此都一无所知 为我们的后代子孙 保留下这些遗产十分重要 这是马丁路德金的出生地 也是遍布在各地的众多民权运动 地标之一 当地社区领袖们表示 他们想让亚特兰大成为民权运动 主题旅游的领先城市 美国之音记者 西姆金斯 亚特兰大报道 全球对肉奶和蛋需求的增长 推动了畜牧革命 饲养业从后院的小群牲畜 和家禽饲养 转变成产业化的经营 然而超大型农场也带来弊端 他们生产大量价格低廉的肉类 但同时也生产了大量的动物粪便 而这可能造成严重的污染问题 在美国东部的马里兰州 有关方面制定了新规则 试图遏制农场 对切萨皮克湾造成的污染 不过这有可能让农产主 面临堆积如山的粪便 好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 巴拉哥纳两集系列报道的第一集 每年30万吨粪便 它来自马里兰州 10亿美元的家禽产业 不过别人眼中的废物 却是瑞·埃里斯眼中的商机 春天我们可以直接把它送到农场主的田里去 埃里斯把有粪便的养鸡户 跟庄宅需要的肥料的农户搭上钩 因为鸡粪是上好的肥料 她说开辟这片土地的老一辈都夸鸡粪好 他们开垢出土地 可上面什么也长不出来 当他们用家禽的粪便施肥之后 它把大地唤醒了 这是老一辈常说的 不过如今 多数的土地远远不止被唤醒 而是超负载了 过量的营养物排进了切撒皮克湾 破坏了宝贵的环境 威胁着美景和海鲜 水中同时共存的营养物过多 这造成了藻类爆炸式的增长 马里兰州农业部的罗伊登·鲍威尔说 藻类风涨窒息了海湾部分水域的其他生物 所以马里兰州发布了新的规定 禁止农场主把鸡粪倒在超负荷的田地 这意味着多达三分之二的鸡粪 可能要另找新家了 罗伊登说他并不担心 因为农民知道鸡粪的好处 如今农场主都在找家禽粪 供不应求 马里兰州已经帮助出资 把部分粪便送出州界 可能还会运走更多 不过运走多少 有谁运输 有谁掏钱都还没有决定 瑞·埃里斯之怀疑态度 我就是干这行的 谁也没有我知道的多 而我知道这做不到 物流方面行不通 也没有客户 他们的积分问题会像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埃里斯担心 如果农场主无法摆脱粪便 家禽饲养社可能会空置 这会波及整个地区的农业经济 农场主 监管人员和环保人士 都在关注马里兰如何想办法 既保护切萨皮克湾 又不会把农民埋在粪山之下 美国之音巴拉格纳 马里兰州 波克默克报道 有人这样战转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唯一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形状 你把真相吃起来让大家吃到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插枪主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下期见 最后又到了 OMG美语时间 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杰 在这一期节目中 要教我们说哪些 最新 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独立独两提的话题 就是正如新单位 怎么面对先头士和领导 get your opinion on this get your opinion on this get your opinion on this 听听你的意见 Hi Rosie I'd like to get your opinion on this new project Do you have a set? Hey Rosie 我想听听你对这个 新项目有什么意见 你有时间吗? Work through it together Work through it together Work through it together 一起干 Sure Can we chat after lunch? 当然我们能不能无饭后聊 That works for me I'd like to work through this project together if you don't mind I'm still learning how things are done around here 可以啊 如果你不介意这个项目 我想和你一起干 我还在学习这里的工作方式 get to know the team get to know the team get to know the team 认识团队 No problem 没问题 Thanks I'm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the team 谢谢 我很期待认识我们的团队 好 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get to know a new team in a new job or a new working place OK Bye 好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 我们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节目 有任何建议和看法 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新闻atgmail.com 好 我是许波 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 VOA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节目最后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第14届杜拜飞行表演的精彩画面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